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杀疯了 上了13个热搜 获得年度突破电影人 网友 太火了 内雨顶流孩的看王一博 一次公开亮相竟有十几个热搜 微博电影之夜热度14亿 王一博一个人占8亿 这是一个人抗下内余半壁江山啊无脸 获得年度突破电影人荣誉 深V造型太吸睛 800W的胸针强势出圈 这驾驶 感觉博子哥至少还能再红一十年 6月16日 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盛大开幕 吸引了众多大咖的到场 其中 备受瞩目的王一博也亮相红毯 这是他很久之后的公开亮相 因此引来了许多关注和热搜 尽管王一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电影拍摄 但他在内余界的地位依然稳固 令人意外的是 王一博这次参加微博电影之夜却没有化妆 在众多明星们精心维护的精致妆容中 他选择了与众不同 使其成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存在 但尽管如此 从整体状态来看 王一博的气场依然十足 可能这就是自信的表现吧 从他的造型来看 王一博没有戴帽子 取而代之的是在炎热的夏天穿上了一件大衣 此举引起了网友们的担忧 担心他会不会因为太过炎热而不舒服 实际上 这种超时装扮式明星们的常见做法 越是易于季节地穿着 意味着他们受到了品牌方的重视与认可 对于此次的争议 王一博也在社交平台上 以幽默的方式进行回应 用一句微博比我更热来解释自己的穿着 这种言辞巧妙地避开了对于自身的表述 又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和笑声 微博电影之夜上 王一博获得了年度突破电影人的荣誉 这无疑是对他近期转型的肯定和认可 从歌手到演员的转型并不容易 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和时间 而得到这样的荣誉可以说是 对他之前转型努力的肯定和激励 这的背后 引发了人们对于明星公开亮相和造型的热议 明星们不仅要在电影作品中表现出色 还需要在公众场合保持良好形象 这就包括妆容和服装的选择 而王一博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线 既凸显了个人特色 也引发了关注和争议 王一博的造型选择也与其他明星的穿着有所不同 明星们的时尚造型常常受到大众的关注和模仿 因此 王一博此次的造型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时尚话题和风潮 将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 在这个中 我们看到了明星在公开亮相中 所承受的压力和关注度 而王一博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明星 他的每一个动作和选择都会引发强烈反响 他以独特而自信的方式回应了外界的质疑和关注 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和魅力 王一博在微博电影之夜的亮相和造型选择 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 他的不化妆和超时装扮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而他本人以幽默的态度回应了外界的质疑 这次获得的年度突破电影人的荣誉也是对他转型努力的肯定 这不仅是明星在公众亮相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关注的体现 也引发了关于明星形象和时尚的讨论和模仿 今晚WB之夜 众多明星们齐聚一堂 给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群星璀璨的盛宴 不少知名男明星如天王郭富城 演员黄轩 火宝邓超 刘浩然 王一博 王俊凯 胡先旭 黄明浩等等都亮相了活动现场 而女明星们也不遑多让 玛丽 妮妮 高叶 金晨 古丽娜扎 关小彤 宋佳 刘浩纯 周也等等也都悉数亮相 本次WB之夜的最大亮点当属演员王一博 他一连上了13个WB热搜 可谓是无人能及 令人惊讶的是 王一博居然没有化妆 但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他帅气的脸庞 颜值依旧抗打 他穿着XNR的长款外套亮相 引来众多网友的留言 你不热吗 王一博看到了这些留言并回复道 WB比我更热 这样聪明的回答不仅给足了粉丝XL的面子 也展现了他的高情商 此举引来了更多的关注 网友纷纷留言 XL今天赚足了话题 终于逮着了王一博这个流量之王 可敬薅啊 笑翻了 值得恭喜的是 王一博在今晚的活动上 荣获了WB年度突破电影人奖项 他还与刘伟强合影 两人被靠背的合照实在帅气 粉丝们纷纷表示 是希望王一博能够再接再厉 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为他加油打气 通过这次WB之夜的活动 王一博再次展现了他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无疑成为了淡婉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获得了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他的才华和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明星们来说 WB之夜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也是一个获得认可和奖项的机会 这也不是第一次有明星在WB之夜上一举成名 过去也有不少明星通过这个平台 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因此 WB之夜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一种热点 备受关注 本次WB之夜的活动 让人们见证了众多明星们的风采 其中演员王一博成为了最亮眼的明星 他的出色表现和回复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他的魅力和高情商 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 王一博会继续加油 为观众们呈现更多更好的作品 WB之夜也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 成为了娱乐圈不可忽视的重要 我们期待着下一次WB之夜的精彩表演和引人注目的明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